谁谁只是看了一眼 就大概猜出是谁陷害了父亲 妈 你别担心了 大哥已经赶回来了 大哥一定有办法将爸爸救出来 爸爸只是暂时被扣留了而已 你爸爸倒是好说 可是你吴叔那边怎么办啊 你吴叔当时为了救火 差点被烧死了 现在还在医院抢救 还不知道能不能抢救过来 要是你吴叔有什么事情 我们怎么面对他们家啊 还有静玉姐 现在怀孕了 今年五六月份就要生了 现在他爸爸生命垂危 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他 水水说的对 你们先去医院看看老吴怎么样了 我现在只是被扣留调查 不会有事的 杨水水来到医院 吴静玉和吴天也在这里 吴神眼睛已经哭红肿了 甩甩 你拉了 静玉姐 我来看看吴叔 医生怎么说 医生说看他能否醒来 要是醒来就好 醒不过来可能就真的不行了 静玉姐 你要保重身体 你肚子里面还有孩子呢 想必吴叔也不希望看到你为他这么担心 吴静玉点了点头 在家里杨华就已经给他做了心理准备了 吴神 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可知道 自从他们家的临时厂创立之际 吴建华和赵秀琴就一直跟着他们 在厂子里面工作了十余年了 他们夫妻大半辈子的心血 都花在这里面了 那天晚上 正好是你吴叔值班 那天我就眼皮老跳 结果真的出事了 我也不知道车间为什么起火了 据调查的人说 大概是有人抽烟导致的 抽烟 公司有规定 在车间里面是不能抽烟的 平时管理都很严谨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也许有哪个员工不自觉吧 随后洋水水流下了一些药 让医生放在了输液瓶里面 输入到吴叔的身体里 吴神 静玉姐 你们放心 吴叔今晚就能醒来 水水 谢谢你 杨华带着几个兄弟 一起处理了工厂后面的事情 还去交了保时金 把杨爱国救了出来 爸 这些事情都会过去的 别想那么多了 偌大的公司 不会因为这点事情就垮了 现在杨华就是家里的顶梁柱 他的见识和毅力 比所有人都要多 能够将新华一个小小做手机的公司 做到现在国内数一数二的大企业 他曾经面临的挑战更多 所以家里的这些火灾 对他来说根本不算什么 我不是担心这件事情 我只是感觉对不起牛 吴叔还有死去的工人 爸 你放心 家属那边大哥已经安抚好了 吴叔也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 就在这时 二牛来了 杨大哥 你出来了 没事吧 我没事 二牛 快进来坐 不用了 杨大哥 我来是想要告诉你们一件事 在火灾的当天 我好像看见一个鬼鬼祟祟的人 这个员工有点眼神 我不太认识 当时也没多想 现在想起来 会不会和火灾的事情有关系 二牛的话 立马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都怪我 我应该抓住他好好问一下的 杨大哥 真是对不起 二牛愧疚地说 他也是在家里想了好几天 才跑来告诉他们的 二牛说 多谢你 我们会好好查一下的 二牛见状随后就说不打脚离开了这里 妈 爸累了 你带他回房间休息一下吧 公司的事情就交给我们 你们最近不用操心了 张真点了点头 他也不想操心了 更不想让爱国操心 爱国 孩子们都大了 就让他们去管理吧 我们也应该退休好好休息休息了 大哥 你是不是想到了什么 嗯 肯定有问题 吴叔和吴沈 以及公司很多老员工 都是当初村子里面的 尤其是吴叔 对公司忠心耿耿 管理上面 应该不会出什么纰漏 我觉得这次火灾 也许是人为的 那就找出来 这种人绝不能放过他 老三 你不是最会查吗 这件事情能查出来吗 二哥 我试试看吧 三哥 我跟你一起查 杨水水和杨斌去公司 找了一下入职员工的资料 二牛指认了一个叫李大的员工 这个新员工是去年年年末的时候入职的 不到三个月 那天晚上 李大是在事发车间上班的 可是他没事逃出来了 三哥 这个李大很有嫌疑 我们去李大的家里去看看吧 两人来到了李大的家 发现大门紧闭根本没人 大婶您好 我想问一下 这家没人吗 你说李大一家啊 早就没在了 他的儿子得病了 三个月前就去京城治疗了 除了李大偶尔回来 都没看见他们家的人 杨水水和杨斌忘了一眼 两人立马明白了什么 哪里有那么巧的事情 刚刚公司里面发生了火灾 李大不见了 他家里面又有人生病了 怎么会那么巧合 三哥 我们现在立马去京城吧 你让人查一下 李大儿子是在哪个医院 我们去见见他们 兴许能找到李大 好 我们现在就出发 杨斌和杨水水在病房找到李大的家人室 只有他的老婆在 你们是谁啊 你好 我是警察 今天来找你 主要是想问一下关于你丈夫李大的事情 女人听了有些惊讶 你们找我丈夫做什么 你丈夫李大现在在哪里 我不知道 我已经好几天没有看见我丈夫了 你真不知道他去哪 他没有跟你说嘛 我最后一次见他是三天前 他从镇上回来 看了我和孩子一眼 说要去外地打工 可能要很久才能回来 其余的我就不知道了 杨斌经过仔细询问过后 发现这女人确实不知道李大去哪了 三哥 刚才我去查了一下 这李大儿子的医院账户 忽然多了一百万 一百万 难道他跑了 凶手应该就是他了 我现在就回局子里面 让人去追查一下李大的下落 现在都是信息化时代 应该很好找出来 同时杨水水也给秦义和原部一发了消息 让他们帮忙寻找一下李大这个人 京城的几股势力同时寻找一个人 相信很快会有结果的 这边的事情了解以后 杨水水又回到了镇上 吴建华已经醒了 只是全身重度烧伤 恐怕要在医院里面躺一段时间 建华 在我的心里 你的命比那些东西重要 你怎么那么傻 要不是被救得及时 你就 杨爱国是担心不已 本来吴建华是可以平安离开的 可是他看不得厂房这样被烧了 所以跑过去灭火 最后差点丢了自己的命 大哥 对于我来说 公司也是我的命 想当初我和你从农村走来 由一开始的薯片厂 慢慢做到现在的地步 这些东西烧毁了 我心疼 建华 经过这事以后 我已经决定退休了 把公司交到老二的手里 所以等你身体好了以后 你和秀琴也应该退休了 你们夫妻俩为了这个公司 已经付出了十多年的心血 该享福了 纵使吴建华和赵秀琴说自己还干得动 但是杨爱国依然坚持让他们退休 好 我都听大哥的 我们一起回村子里吧 毕竟哪里才是我们的根 吴神 您放心 关乎吴叔身上的伤 到时候我亲自给他做手术 尽可能的让他皮肤复原 吴叔还会和以前一样的 水水 那就麻烦你了 他们知道杨水水懂医术 而杨斌那边 也有消息传来了 说是李大被找到了 原来李大做了一个滴滴 打算去一个偏远的城市的躲一躲 结果这个滴滴司机是秦义公司的员工 下班后没事出来跑生意 正点外快 没想到他就认出了李大 李大 你老实交代 舌尖里面的那一把火 是不是你放的 是我看的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没有什么 就是觉得待遇不够好 凭什么上个月有全勤奖 这个月就没有 我不服 你请了半个月假期 怎么可能还有全勤奖 我不管 反正我不服 羊水水深知 全勤奖这种小事情 只是他找的借口而已 你还是老实交代吧 你背后的人是谁 是不是有人让你这么做的 一个全勤奖 值得你放火烧车间吗 值得 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你真是嘴硬 杨斌被气得不行 杨水水说道 李大 你儿子医院的账户 意外多了一百万的费用 以你的工资 还有家庭条件 一百万对于你来说 是天文数字 这钱来路不明 我劝你还是交代清楚 如果你愿意交代的话 你的妻子还有儿子 我们会帮你照顾 以后他们的费用 我们也会承担 我们现在只需要你招出背后的人 李大听见杨水水的条件 十分诱人 可是他犹豫了一下 还是低着头 就是我做的 没有人指使我 你们要怎么判刑 就怎么判吧 就算是死刑 我也认了 李大 你真是名玩不灵 你以为这样 你的妻儿就会好过了吗 对方可能不会放过你的妻儿的 我们调查过 你是个老实人 邻居都说你很好 喜欢帮助别人 为什么你那么执着 正因为他是老好人才那么执着 他答应过背后的人不能说 杨冰和杨水水好一番劝说 李大依然不改口 坚持是自己做的 谁甩 眼下怎么办 他是抱着必死的决心了 一个一心想要死的人 真的问不出什么来 看来 李大还真是个信守承诺的人 不过不用问了 三个 也许我知道是谁了 给你再做的决心了